运送大批的沙包开始防范准备 美国东南部地区已经开始下起大局 热带风暴葛登 每小时80公里的风速 预计美东时间周二威力会再增强 从路伊斯安娜和密西西比州之间登陆 葛登在佛州郊岛群附近成行 美东时间周一沿着佛州西岸扫过 葛登已经在佛州南端带来风雨 一路往西北方向前进 部分地区估计会下200毫米的降雨量 也会在纽澳梁密西西比河口附近 掀起1.2公尺的浪头 路伊斯安娜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部署200位国民兵镇守 纽澳梁虽然没有在暴风警戒内 也发布主动撤离令 大约新闻许舒梅编辑